欢迎回来 受到新冠疫情冲击出口 加上行动管制令限制运输 彭河州金马轮农业严重受创 不久前更发生了百吨农作物 被迫销毁的情况 农民炮轰政府在下达限令之前 没有周全考虑导致资讯混乱 更缺乏一套标准作业程序可以遵循 令业者措手不及 庆幸的是经过几个星期的磨合 丢弃蔬菜鲜花的问题已经是大有改善 农民除了寻求团体认购包销 也尝试通过网络团购的概念分销出货 希望能够突破困境 以上这一幕就发生在行管令执行初期 官方指令模糊不清 菜农还在厘清新的规范限制 就因为运输喊停 让蔬菜陷入了供需断层的现象 与此同时 花农的情况就更加令人担心 相较起其他的农产品 花卉不属于必需品 不仅本地花店不允许开业 出口也受到订单取消和运输方面的限制 我以我本身来讲啦 因为刚好那个时候又遇到这个清明的高峰期嘛 我第一个阶段我应该是损失了接近两百多千 我是丢掉的啦 最重要要提的也不是我们啦 要提的应该是那种小花农啦 它是全部种植鲜花的 所有的那个收入来源就是靠那个鲜花 所以他们的损失应该会比我们更严重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进入四月之后 邻国新加坡也宣布落实阻断措施 令蔬菜出口进一步受到打击 新加坡是更加影响 本来我们马来西亚进入第二个MCO的时候 新加坡还没有问题 新加坡一进入MCO过后 完全整个市场就是进得太厉害 我们新加坡本来可以每天去的 现在只剩下三天 那个菜就一定是少了 就少一半个去了 斯拉洋巴塞也是一样 本来是可以下六天的菜 现在变成也是可以加下三天到四天 发生这样的突变 农民只能随机应变 调整以往的营销模式 或者改种其他耐存的农作物 迁就变化 以前我是大面积种植菜型 我一天的菜型的量 大概是800kg到1000kg 但是因为这个疫情下来 就变成我们是会种一些比较久的东西 为了不浪费辛苦栽种的农作物 一些农民一是将收成品捐赠给慈善组织 二是寻求团体包销认购 减少亏损 但这也只是权宜之计 这是一个新的合作模式 就是我本来我自己寄 它寄应该出问题 那我们就在找合作的方式 就是去找像所有的朋友 我们就把它寄给它 然后由它去卖 由它去做北京卖给别人 虽然我们都知道 很多的农民 也包括很多的山长人物 他都有捐赠他们的食物、蔬菜 但是长期来说 我们要求农民去捐赠蔬菜 这对农民也不公平 因为他们也是需要养气活儿 他们种植这些蔬菜 他们之前也是有投注了 大量的薪血和成本 只是一直要他们捐赠蔬菜 对他们来说非常不公平 因此在这段期间 我就不断地协调我党的国州议员 以及一些吃产团体 向农民认购蔬菜 然后再把这些蔬菜捐赠给弱氏的群体 相较之下 花农的情况就比较不乐观 每个星期的丢弃量 还是达到三成左右 缓制的时候 花农虽然它也是属于农业的一部分 但是它不属于必需品 因为它不是食物 所以往往在这一方面 我相信政府是忽略了花农的存在 毁菜毁花的事件 让农民背上暴殿天物的罪名 有苦自知 对于政府至今提出的纾困方案 都忽略农民的困境 业者呼吁政府正式问题 提供奖业资源 改善物流链 好让农民度过这波难关 马兴社电视叶诗妮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待 们下期待